晚安 您好 我是庄宇杰 欢迎收看华视1800晚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的是 在新竹科学园区联电8寸晶圆厂 是在今天的下午厂区突然间冒出了白烟 不只在厂房上有大量的白烟窜出 这个厂区也无预警的停电了 消防队发现说是因为电力输送系统发生故障 因此造成了跳电 现场是没有起火 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然而因为紧急启动了不断电系统来救援 所以必须要等到完全复电之后 才能够恢复生产 而受到影响的8AB 8C 8D厂 8寸晶圆的院产能是合计超过13万片 那么现在外界都很关注说 这个目前8寸的产能不能够继续来供应 而这一次的意外会不会造成供应的状况吃紧 更加严峻 而联电目前的预估损失半天 一小部分的产能还好对于营运 只有造成小小的影响